哈喽,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本场HCESP 是Cassie Wang来自超级帐本 我们已经看到十多数块链与其他技术集成的公司案例 今天的主题将基于这些终止的领域中 第七块链如何集成与其他技术 例如人工技能、互联网、编人计算、互联系等 本次分论谈我们邀请了三位HCESP认证服务品商 与您分享他们在这方面的真实案例 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 Visource科技的CEO Daniel Huang 一居克尔瑞的高级副总裁是 共享比克的市场部主主理 三位嘉宾大家好 先和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好的 欢迎几位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讨论 七块链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部署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七块链技术与其他技术的集成 请问您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您在市场中看到了哪些与七块链集成的例子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有请Daniel 这个我是同意的 区块链去整合其他的技术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 也是一个必然 区块链本质它是一个定习 还有基于这些信息运作所需要的智能合约 随着这个产品越来越延伸跟丰富 在上面会有各式各样所谓的参与者或者是参与的终端 这些参与的终端接到区块链上面这边来自然而然都会去整合不同的技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区块链本身它就去混合AI或是混合边缘地段 而是说参与的观点在它信息输入或是输出区块链这个环节里面 它去整合到其他的技术 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公司在2019年跟台湾最大的一家金融机构合作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把电动车的保链去结合区块链 有一群特斯拉的车主参与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参与者这个车主他会把他的电动车的行车数据透过API 给加密纯证到区块链这边来 那么当未来这个车主他在去做投保的时候 或者车检的时候 他可以去把某一段时间的这个开车的数据 开车的行为去送给造型公司 那如果他的开车行为是良好的 那甚至很少开车 那车主可以去享受到比较优惠的这个宝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web3的应用 那他也去结合了电动车 他本身就是一个IoT的终端 那就是他在去搭配区块链 区块链就去拥有 让这个车主能够拿回他这个数据的拥有权 并且这个数据在上面是可以被信任的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区块链去结合一个IoT 那我们过去的经验 谢谢 好的 谢谢Benny 胡总 您来分享一下 好的 我觉得区块链它和其他技术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区块链本身它管理的其实是数据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场景中涉及到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这个数据的应用 在不同的这个场景的阶段吧 自然这个区块链本身它和其他的这个技术的结合 那么就能够让这个场景对这个数据的这个传处理的这个过程能够更流畅 或者是在这个数据从收集到处理到分析到使用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比如说会涉及到隐私的保护 会涉及到这个这个不交换数据 但是能够这个去应用这个数据的价值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这个AI和这个物联网 那么相关技术结合呢 在实际的我们很多的项目的过程中都已经发生 而且呢用的很好 简单的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 感谢胡总 先走 刚才两位已经讲了蛮多 对于像和大数据啊 还有和就是IoT方面的一些结合 那么我这边的话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尤其在营销行业这块 就是像我们那个房地产 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房地产相关的了 然后在房地产相关营销行业当中呢 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潮流 就是大家都在关心那个联合营销 这块的话其实它是基于像联邦学习这样的一些联合建模的技术去进行的 而这些联合建模的技术呢 它其实就是基于人工智能本身的一些算法和模型上的一些做法 再叠加区块链的这个可信的这个模型的这个交换这样的一些机制 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这种联邦学习之类的技术呢 其实有非常大的应用场景 对于各个方想要去联合进行营销 但又不希望把自己的核心的客户数据客户画像这些去交给就是任何第三方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方便的大家通过分别去训练模型 最后能够合成通过一个联邦学习的网络去获得整个所有数据级的一个运算的结果 对于整个的这个营销行业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变化 这块的话呢虽然目前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成熟的产品出现 但是现在已经有蛮多企业在研究 我们也觉得这个未来前景应该是很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七块链应该是在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行业都在发布的作用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七块链对于赋能不同的技术很重要吗 主要的好处是什么 七块链解决了哪些你全能解决的 那我们先写 那我们先写 先写出个问题 我妈 你懂 我懂 我懂 这个是用这种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一个信任的机制 那么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模式下 其实没有这个这个点对点的这个网络 没有这个共识算法 这一整套的这个这个区块链的这个这个基础的这种这种机制的话 那么之前的这个机制呢 那么都是都存在着这个多方的这种数据的这个交互 只要存在多方数据的交互 那么本身的话这个那么数据的这个造假 数据的这个确认那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题吧 那么区块链呢 那么通过10年的这种发展 然后不同的这个公司 不同的同队 也研发这个新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这个技术延进吧 我们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解决 未来的话不交换数据 但是却能交换数据的价值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 未来的这种价值的网络的再造 那么从这个我们我们中国我们提出来这个 在这个土地人口资本这些要素之外呢 这两年提出来一个数据要素啊 那么数据呢把它升升级为这个经济学里面这个要素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在数据要素之上呢 未来我们认为它更会这个加速社会治理的这种演进 我们觉得这个都是未来一个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演进的方向吧 好 我先分享这些 好的 沈总 沈总您来 好的 就是首先我认为区块链对于赋能不同的技术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必要 并且它可能是区块链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因为除了一些相对纯粹区块链项目以外 绝大多数的和产业结合的项目 它都不仅仅是区块链自己就能去达成它的这个需求 而是需要和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技术 甚至不同的一些实践一些流程去结合 然后区块链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实际当中存在的问题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的价值就像刚才胡总说的一样 更多的是一个可信的数据的一个交换和可信的价值的交换 在这一点之外的其他的还是要依靠其他的技术去实践 包括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可信的多方的这个营销建模 这么样一个事情 然后以及像我们现在观察的一个可信的数据存证 然后包括像那个就是证物区块链这块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像房地产的那个动产登记这些的话 其实它除了现有的这些就是通过区块链去把数据记录下来之外 它还会和很多其他的技术去结合 比如说像去对于用户的身份的认证 那么这个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人脸识别 然后它的一些生物识别等等方面的做东西 然后以及呢再加上它的这个 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流通 所以说这个像大数据啊这些都需要在它适应的时候去出现 所以呢我们往往是以应用为优先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先根据需求分析整个业务流程 然后我们去看判断在任何的一个环节当中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来去提供一些价值去解决问题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判断我们在什么地方应该应用区块链或者应用其他的技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它不仅仅是一个区块链所能解决的 而是一个完全综合的很多技术组成的一套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在真实世界当中应用区块链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我大概就说这些 好的Daniel Daniel 现在是您来 Daniel 你是静音了好像 那关于这个区块链怎么样去跟其他的技术来整合 我想刚刚吴总跟神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区块链它本质就是一个数据的底层 那我们透过它来做这个价值交换 那并且上面会有多棒的这个参与者或是这个终端 那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些它的比方当它要去处理 它从链上拉下来的数据 这个数据它过去拿不到的 或者是它做一个终端 它要去detect去收集或是侦测某些它场景端的数据 那处理过后要上传到区块链上面的这个时候 不管是所谓的数据处理数据收集或侦测 都有可能去跟其他的技术来做整合的 那这时候就不明确 需要用到这个AI、IOG或边缘计算这样的技术 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叫Suppress SPULEX为例 这个Suppress它是一个供应链金融的生态系统 那我们去用它串接了许多的供应商 然后或是大型的企业或是资金方、金融方 那在上面去流通info、账还这个数位资产 OK 那这个生态情绪它就会流通许多可以被信任的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是第一手被这些参与方用它的私钥 确认过后给放上来的 那我们就去提供这些给我们的客户、企业或这个执行方 一些数据分析或是AI的功能模块去挖掘到这个数据的价值 那这个数据可能是它过去没有整合起来的 必须要去形成一个生态才能够整合到这些数据 例如说这个企业各种情况底下 它要怎么样最有效的去配置它的供应链金融资产 这是一个可以用大数据或AI去补助决策的问题 或者是说它去活化哪一些资产 对它来讲效益是最高的 这个都可以势利用数据来去解决 所以刚刚提到区块链把这些参与方都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个的前提底下 即便是有AI的技术 也没有这个数据可以做训练 所以回到问题本身 我认为区块链最大的价值是在于把大家整合起来 在一个很低的信任成分底下 彼此能够互联互通 这是它带来最大的价值 谢谢 好的 就是区块链的负能和整合 然后最大的发挥它的作用 对 还有如果大家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屏幕右侧的Q&A里面提出 然后稍后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问题 就是在区块链加方面 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公司提给市场中的方案 给你们成功部署的一些真实案例 谁先来 要把谁先走先来 我来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的话 其实主要工作大概有两大块的产品 然后一大块呢是我们和 就是EG和阿里巴巴合作的 好房那个新平台 那么在天宝好房平台当中呢 它的整个底层叫做ETC 就是那个不动产交易协作机制 然后是基于区块链去做的一个 区块链的一个网络 然后呢是把各种中介门店 像房地产开发商 然后还有经纪人 还有就是各种渠道 去把它给联络到同一个网络当中 然后大家通过互相协作的方式去完成 房地产的一个销售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去实现利益上的一个合理的分配 然后呢也实现一个导流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这个协作网络 它的应用区块链最大的价值在于 它能够帮助大家去完成在分拥上的一个确权 然后去保证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获得自己各方的利益 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网络 能够保证这个平台当中不被某一家所垄断 是这个是我们做ETC这个平台的一个初衷 然后另外一块呢是一个业务呢是我们和蚂蚁区块链这块的 一个蚂蚁链这边的一个合作是在做房产交易链 这么样一个业务 这个房产交易链的业务呢 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新房买卖的过程当中 从前面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验证它的房产购买的这个资格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城市存在一个限购的一个情况 验证它的资格和后面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在中间有一个摇号的过程 然后在后面它实现网签网签完了之后去进行真实的交易付款 然后实现按揭然后最后到它的那个活动产的一个发振 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全过程去实现一个数字化 然后我们要实现数字化途径就必须要借助区块链 因为这个当中涉及到主体是非常非常的多 从政府机关到各种企业然后个人还有银行金融机构等等这些 非常复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交互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也是通过区块链来去实现一个数据的一个可信的一个传递 这个产品呢目前还没有完成 然后我们正在一个推进的过程当中 希望未来能够让大家整个买方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方便 大概就分享这些 谢谢 谢谢 Daniel 你来 Mute Mute 我们公司的愿解是把这个真实世界 它去形成数位化的资产并且流动到区块链上面这边来 那具体落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一直是聚焦在供应链金融加区块链的这个议题上面 那刚刚有提到我们公司的产品名字叫Suppress 那它是一个SARS的产品 这个SARS的产品它是面向这个供应链的核心企业 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大型的企业 那它可以帮助这个企业呢去管理它跟供应商之间的暖缓天线 那更重要的是企业它可以利用Suppress这个系统去把它工业里面的这个帐换 数位资产的形式 并且对接到区块链这边来 那让资金方来这边去买卖这些资产 那这个模式呢跟传统的模式比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跳跃式的核心 首先这个数位资产在它是直接在场景端就形成了 比如这个经过这个工业买卖双方确认过后的一笔应收账款 它就可以以某种数位签名的格式去形成一个通证 那过去可能我们会是拿文件找另外一个机构产量去形成这个资产的 但事实上这个资产的形成发生在场景的第一现场才是最自然最直接的 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说这个资产它的形成是一个数位原生的 那么它进到区块链之后它的流通性可以整个扩展开来 甚至去形成一个交易市场 这个过去的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交易的流通性是很受 所以接到区块链这边来它可以去形成一个更火化更火弱的一个市场 那后来我们也打算把我们现在是联盟链 那我们也打算把联盟链的这些资产 未来可以去跟其他的专心化Vgo 甚至是其他的这个Vify来对接 那进一步去打开这个流通的电话板 那在这边如果说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系 可以到我们官网去找到我们 谢谢 好的 谢谢Daniel 那胡总您来分享一下 好的 周湘比特我们目前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重点客户吧 我们聚焦在三个领域 那么第一个呢是政务 第二个是金融 第三呢是企业服务 那么今天呢我重点接受一下 我们在政务方面呢 我们在2020年 我们帮助 徐州市文化总店和旅游局 帮他们开发了一个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管系统 那么通过这个系统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通过这套系统 那么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全徐州市及下辖的县区 所有文广旅企事业单位 这个 纳入到整个 将这些单位都纳入到这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呢 目前呢是包含有32家的主管单位 有734家的被检查单位 那么自从2020年的5月份开始 5月份这个系统上线之后呢 那么平台 共发起652次检查 参与检查的这个人次呢 达到1656人次 那么经过 那么这个安装生产监管系统呢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这样 就是有关这个文化广电旅游局所管辖的 比如说这个KTV 这个类似这样的这样的单位 那么都是他们这个需要那个 现场检查的 需要他们的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的 那么经过这个平台 可以实时的去这个 去这个上传检查的数据 然后呢可以由这个业主 自主发起这个检查 那么自主发起这个整改问题的这个反馈 那么整个流程呢走下来之后 那么平台上线之后吧 整个问题的整改率呢 那么得到了大幅的提高 那么整个系统实现了 从开始检查到整改审核 这个全线上的处理 那么平均的处理时间呢 就是目前是三天就可以完成 那么跟之前的线下流程相比较呢 那么效率呢 那么提高了三倍 也就是说此前差不多要十天以上才能处理完 那么目前呢就三天就可以实现这个问题整改和这个落实 所以我简单的就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中央比特呢 我们在金融领域也实施了很多的项目 那么在我们给这个电力啊 我们给这个电力啊 几个电力 河南电力 相苏电力 好些电力公司 我们有一些跟电力能源有关的项目 还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 一些这个前方的这个发布平台 我们也有很多实施的案例 大家如果感兴趣 我们可以会后进行联系 我们官网上也有很多这个项目的这个介绍 欢迎大家这个来看 好吧 谢谢 好的 感谢胡总 您现在的那个画面好像没有了 啊 画面没有了 对 让您 有但是可能有点卡 感觉有点模糊 我这个位置没蹦 稍等一下啊 好的 那我们先往下进行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您看来 区块链未来的趋势是怎样的 我们又面临哪些挑战 啊 那就先从行走开始吧 呃 讲这些 我们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垂直的一个区块链的企业 就是我们做的呢 其实都是在不动产领域 或者房地产领域内的一些业务 然后呢 我们所思考的呢 可能也更多的从产业的角度去出发 然后我们认为呢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整个区块链的发展呢 呃 技术方面一定是会不断演进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可能呃 更加需要大家去着重 着力去推进 而且可能相对比较困难的 或者说是在行业内 有更多的企业 一起来去参与创建一些标准 然后大家一起来去把一些事情做下去 而不是说每一家自己有自己的做法 然后呃 可能大家做出来了很多不同的联盟链啊 或者说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平台 但是互相之间呢 又没有能够去形成合力 呃 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是更难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需要各家企业去克服自己的一些 呃 短期内的利益上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去呃 能够去更加想的长远 然后大家去寻找到一些好的机制 能够去在一些呃 一些好的平台上能够去 不停的去推进这个事情 呃 大家都努力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呃 比如说像今天 其实我们这呃 线下这边有一场就是地心引力峰会上 呃 我们有个不动产区块链论坛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呃 呃 宣布了那个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呃 数字地产峰会 呃 的一个区块链工作组的一个成立 然后呢 我们首批的那个八家企业 也希望和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一起去团结整个房地产这个垂直行业内的企业 大家一起来去后续更多的去互相交流 然后合作共建标准 然后大家仍让业务上 真正通过区块链能够实现一个融通的一个一个效果 呃 如果说呃 呃 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的话呢 可能这个事情会花的时间更久一点 只有大家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呃 可能我们能更早的去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呃 我大概就说这些 好的 谢谢 呃 安妞 安妞 您来讲一下 呃 会关于外的趋势跟挑战过 蛮同意整种他们的这个看法 就是我们也认为说 我们看到的趋势 或甚至是说我们本身在遇到的 这个未来发展的痛点 呃 不同面的互通性 包含了 联盟院跟联盟院之间 或者是联盟院跟工院之间 呃 我们怎么样去有更好互通性 那我想你先不断的去提到 所谓的价值交换或是数据交换 那如果说这个价值交换局 决定在一小部分的人 那我想这个价值是会很揍线的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 不管是联盟链 中有链 甚至在跟中心化的系统 或是去中心化系统之间 它能够有更好的衔接跟配合 那去增加所谓的租位资产 或是数据的流通性跟扩展性 现况来讲这几块还是比较可烈的 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刚提的是比较技术 那刚刚陈总提到的不只是技术 包含它的标准 也是一个要去共同来解决的 那这个都还有很多的挑战就要去克服 那另外一个趋势 看到当然还是苏文法币 这是很难被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那苏文法币未来怎么去跟现在区块链的商业来整合打通 是我们也特别期待的 目前比较常见的情况 链上的资产的交换 它的资产凭证跟金油之间 它现在还是分开处理的 所以它还是有一个落差 那这部分如果能够未来是有 苏文法币能够整合进来的话 那这个影响是会不会也非常巨大的 以上是我的观察 好的 感谢Daniel 嗯 胡总还没有上来 然后我们时间也还有一分钟了 要不然我们再等一下胡总 那两位如果有什么就是 关于区块链方面资产的总结的话也可以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吗 嗯 我觉得区块链不能 他还是要结合场景来看 像张神总他结合一个随时场景 那房地产我们结合一个供应链金融的场景来看 那这样子去去思考技术的发展会是更务实的吗 好 谢谢 那我就简单说一些就是那个 凡是对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有兴趣的 无论是听众还是什么都可以来找我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关键的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大家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家把这个力量去 然后这个都放下去 好的 好的 感谢感谢几位的分享 希望听了胡总您上来了 好 那您对区块链未来的趋势 您的哪些挑战您用一分钟简短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的有点充实了 好嘞 好嘞 这样 我们觉得区块链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吧 因为国内的国内的政策和这个和那个国内的政策的发展吧 我们从这个监管者而言 那么业内的从业者首先是我们要尊重监管 对吧 然后呢 第二点呢 我们觉得业内不同的公司啊 我们在不同的场景落地方面 其实做了各种探索 那么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 其实大家在业不同的场景所做的探索 或许需要一个更好的机制 未来让这个上链的不同的参与者能够去更有效率的保护隐私和交换数据 那么让链 让更多的链能够通过跨链分辨等技术 让不同的数据不同的主体都能够这个深度发掘数据的价值 那么在这方面呢 中产比特呢 我们在今年2021年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个重磅的产品和新的服务要推出 我们计划是在7月份可能就要发布这个 到时候呢 也欢迎各位企业家的朋友们 今天在座的超级账本的朋友们 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们能够能够关注 然后我们在新的机会里面 我们共同的让区块链更好的这个落地场景吧 然后呢 我们共同创造更可信的未来 谢谢 好的 感谢几位 感谢胡总 感谢Daniel 感谢沈总 听了大家的发言 希望能给 听了几位掐屁的发言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新的发展思路 与更宽的科技事业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HCSP加入 感谢大家 就结束了 再见 好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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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